你们说转会最新消息是什么吗 现在能告诉你们的是一个 等一下我先加个那个 稍等 可能大家最关心的一个事情吧 关于二费流斯跟左翼的事情 应该是蛮多人关心这个事情 关于二费流斯跟左翼的 别问十多人 十多人 十多人我都说了没人要 不要打断我谢谢 不要老师打断我 是 只能说LCK 因为有一家是特别有钱 就今年突然说 我们感觉可以考虑花钱 万一如果五个位置都能 找个S家选手的话 这有人有五个S家选手 他们是愿意花钱 但是很难 说有人去 那假的假的假的 那个假的 网上有人说去约约那个假的 那个假的 左翼去约 假的假的 不要相信这些人的说话 那个不可能 假的假的 就是有一家LCK 就是二费流斯跟左翼 他们是 愿意 就找他们的 只有那一家 是可以 出得起 因为 我只能说 二费流斯是目前 全世界最贵的ADC 不能说最贵吧 就是 跟德莱文 对对对 是的是的 也不能说最贵 这个确实 就是 等一下 我先半个英雄 他跟德莱文 是全世界 就是 露阿露啊 就是所有赛区 全世界 最贵的ADC 嗯 所以呢 你真的给得起 他们工资的队伍 其实真的不多 你不管是国内 还是国外 国内 就他们 就是 你们知道 帮我选一下 国外 也只有LCK 队伍 很多吗 不是不是 他们如果明年 真的花钱了 他们 所有位置 都可以搞个S加级别 就看选手 愿不愿意这么做吧 我觉得 是吧 你阿拉夫唱 因为 就是明年LCK 很多A级的选手啊 只能 就是被迫 你去国外打 就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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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LCK 没有位置了 已经 LCK 对A级别的选手 条件是已经 50%了 就是 现在LCK 对A级别的选手 条件也好 基本上都是 一半的价格 对啊 今年的一半价格 只有50% 有些人可能有 6% 70% 也有 但是基本上 都是那种 你去年的 就今年的工资 只有50% 所以他们 只能去 国外找队伍 但是 很奇怪的是什么呢 他们对 S加级别的选手 对这些选手 他们还是很愿意 开那个价格 给他们 他们都是 都是上卧康特吗 为什么 受不了了 他们是可以给 S加级别选手的 那个原来的工资 甚至更高 都有可能 但是对A级的选手 他们不会跟去年那样子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只能 所以今年有 就是 爱惜了 那个别人说了一些 好的 昨天好像前天 已经有人说了 我们是有个LCK的两个 就是韩国ADK 韩国辅助 一个LP 没事 我们上面也很硬 听起来 不是听起来 看起来 只是看起来 这把他换野区 概率就很高了 直接换却我上 我觉得概率蛮高 没事 我不会死吧 应该吧 我会被越 中路不来就不会被越 我觉得条件已经是不错 中路卡 但是真的 可是我一打一打不赢 我一打二 选手来不来这个事情 你们也知道不好说嘛 但是我觉得 对于他们 他们来说 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现在 别的队伍也给不起 那么好的条件 尤其LCK那边 所以我觉得 我是他们的话 这个要等转回期开始嘛 转回期开始 因为他们是只有人 他们才能谈 我是他们的话 他们 我觉得俱乐部 能给他们开的条件 是能让他们过来 所以我觉得 概率还是蛮大的 他们两个 就是那个AD跟辅助嘛 那个有一个队的AD跟 就有一个LPL队伍 想要LCK的效果 我觉得概率还蛮大 90%吧 90到95 是场队 什么流星中又说又是卡尔玛 不是卡尔玛 要配合 他们就秒了 卡尔玛要配合啊 哥们 主要可能这边格温 感觉一打一应该突破不了我 叫队伍来要杀不了我 还有那个辅助的那个事情啊 网上有人说什么 什么有个辅助 什么别人不要啊什么的 不可能 别的队伍不要 会数 但是 近年跟去年不一样 是近年 我说国内的 现在LPL的情况 近年没有那么队伍会常辅助 不会辅助位置上 花那么多钱 去年是因为 你们知道有一个队伍要 哇 一定要辅助 S级别的辅助 S加级别的辅助 我一定要强 我要跟你强 什么就算有个合同 我要通过转会 都要强 但是 近年不是这样子的 近年对辅助 能用就行 因为大家都觉得 其实都一样嘛 你们也知道辅助这个位置 说实话 你也知道 你 真的 我不是吵不起辅助玩家 但是辅助确实 这个英雄联盟 五个位置里面最垃圾的 这个你们也懂的 你让我选 五个位置里面 最垃圾的位置 那我肯定会选辅助 去年是被吵起来的 就是因为 去年很多人 对啊 你们也知道 就是很多队伍需要辅助 所以那样子 近年情况跟去年情况不一样 哪有辅助妈呀 能一打五啊 对吧 辅助位置就是这样 不是开团 不是开团 所以网上有人说什么 不要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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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啊 不能那么说 只是可能条件方面 没有 就是 就选手的条件 这方面 没有去年那么夸张 但是怎么可能 S级别的选手 别人不要呢 那个 乱说 那个人 随便说的 那笑说的 什么 什么要想被骂 不是辅助就是这样的呀 那辅助位置 你五个人里面 上路掉线能赢吗 不好说 打野掉线能赢吗 不好说 中路掉线能赢吗 不好说 但是 辅助掉线有机会赢 这什么叫骂人赢吗 网上那个有人说 牛 就LTK那个 牛 有他的队伍在考虑那个飞流四 那个 嗯 我不能说不太可能啊 但是呢 他们没有那么多钱 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说的一样 真的 这世界上现在能给得起他工资的队伍 真的没那么多的 毕竟他是AD位置最贵的那个 没那么多队伍能给 那个牛 那个队伍没有 那个是假的 除非他们那个原来的ADC能卖掉啊 他们原来的ADC卖掉才能考虑他 也不是说百分之百能买 就是 他们把原来那个ADC卖掉之后 他们才有机会买 嗯 你这种选手不可能 突然说 哎呦 我愿意降薪啊 我就是给我一半的工资 我去了 这怎么可能就你们 你别的队伍妈呀能给他条件都那么高了 你突然说 哎呦 我觉得 你们感觉看起来成绩很不错啊 我就 你就给我一半的工资 我不去 这个不可能的呀 哦 这个不可能 那个考虑他的韩国队伍是 不是他们那个队 另一个队 另一个队呢 他们想把所有位置都搞得那么 就很牛皮 才会考虑 他们不会一个位置找了S加的 然后别的位置就不找厉害的 他们是想把所有位置搞得特别牛逼的 才能搞 才能考虑 我觉得 嗯 可以啊 但是他有想 有机会 因为我听说 他们确实 明年想花的钱 很夸张 他们那个 如果真的搞定那个阵容的话 他们一年的预算吧 俱乐部的预算 等于其他战队差不多 这种中等的 三四个俱乐部的一年的整个位置上都差不多呢 ours BR 秀